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目前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主要是因为人民币走势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平稳 而且我们看到整体的投资情绪也是比较好 尤其就是内地好像就陆陆续续有一些旧市的动作 投资也是加大了 而且我们看到7月份的经济数据还相对来说是做得不错 所以现在A股可能会从底位慢慢地开始回升 也带懂就是港股今天也是比较理想 我看你也笑得蛮开心的 终于就是可以稳守在10天跟20天平均线以上收市了吧 希望是这样 因为现在还是升得不错 但是同样你也刚刚说到的是一个经济数据 其实这个星期包括慢慢地看到不同的数据出来 我觉得还是蛮让 就是本来是掉在这里的一个心口大石 有点放下来的感觉 尤其是像昨天我们看到进出口数据 其实之前大家市场 你不要说真的是有担心的 如果万一比如说进口很差 真的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那今天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吧 刚刚我们提到的进出口数据 大家也都记得 其实都是要比市场来的 要预期要来的好的 另外之前公布的外汇储备的总额 也比市场预期的其实要来的多 当然了今天早段看到的CPI 同样是虽然是回到了2以上 但也是高过市场预期的一个情况 包括PPI有所回落 但是同样又是好像比市场预期要来的高一些 就分钟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数据还是蛮让你满意的 对啊 首先就是说这个CPI的 本来就是估计在 就是一个1的这个字头的 但现在重返2 但我们要看这一次呢 可能说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带动 就可能是外游 或者机票 等等的一些价格有个上升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整体的一个通胀压力 还是相对比较平稳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就目前市场是有 有一个资金会比较充裕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通缩压力不大 而且呢 刚才你提到的一个货币储备 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打了一些强心 真的 因为我们这段日子就比较担心就是这个人民币持续贬值的时候 会不会有资金外流 但这个就反映就是跨境的这一个资金呢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呢 内地肯定是没有炮售这个美元来支持人民币的 所以呢 两个数据来说呢 我们也看得比较乐观 明白 那这个聊一下A股的情况啊 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A股专家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好不好 今天的深入潜出互通有无的单元呢 我们请来的嘉宾是钱启敏 钱总 钱总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就像刚刚啊 我们真的是在现场跟粪猪大概聊了一下 因为其实今天不光是A股 港股方面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身符在那里的 刚刚我如果简单总结一下 粪猪的一个说法的话 就是他会觉得说市场的一个数据 中国经济的一个数据 另外呢 加上好像现在大家感觉那个内地那个放水的 一系列的慢慢的陆续的一个政策 各方面好像都是支持到这一段时间一个大盘的 有可能真的是形成一个所谓的筑底 或者是巡礼的一个完成 我想问一下钱总你觉得说数据或者各方面是不是真的让市场这么乐观的一个原因在呢 我想今天A股这个反弹呢 昨天证监会也有一个消息啊 就需要从五个局出来并去深化这个市场改革开放啊 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管理层的正向是比较关注的 也就认为政策的所谓政策底 那这样的话呢 市场持稳啊 实际一定正当反弹呢 是提供了一些支持 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关于一些经济数据的情况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啊 所谓平稳开局 当然市场今天的这个上涨 确实我们从盘口情况来看和前几天不太一样 前几天上涨的过程当中 低价股的涨幅非常明显 就涨金的个股当中大多都低价股 但今天呢都是一些东高价股 换而言之呢 似乎啊 从盘口情况来看是有一些机构互盘的 这种基线 因为机构如果要来买的话 他不会去买两块三块四块 是是是 他肯定是选他的一些好一点的品种 所以呢 这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方面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觉得因为前面几次啊 都是有过多方的反节 四而止于七点三点一样 但是最终的都是冲高卫国啊 去碰一个新底 那么再加上这个成交量 仍然没有明显的放大 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认为市场还是会相对比较精神 短期呢 从技术上来讲 10天20天均线 30天均线 都在2800点附近 而且在2800点附近呢 还有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都会对短期上涨指数构成反压 所以我们认为短线吧 2800点附近会有些震荡 需要有个补量的过程 只有成交量持续放大 才能说明市场的活跃度 再提高行情 才有可能走出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就像刚刚那个 钱总可能是 我听起来口气更谨慎一些啊 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说实话 一直在说筑底行程 但是之前也三连亚也拉过啊 我们这次连三连亚还没有呢 是吧 他说三连亚也拉过 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是还是继续下探底部吗 其实这也是市场所担心的 就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小反弹 但是接下来跌得更深 这个真的是 很难去琢磨的一个位置了 但钱总啊 您会觉得说 最近刚刚说到的 比如说经济数据啊 或者是 大家的一些所谓的一个 不停的改革开放的 各方面的一些政策 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在啊 对于整体的一个大盘 或者说下半年的一个展望 稍微看得远一些 您会觉得说 其实是有提升作用的吗 我想如果稍微看得远一点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流动性到底怎么弄 那个得动性最近来看 应该说是比较宽松的 比方说上海的卸博利率 只有百分之隔夜 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这是三年半以来的心底 表明了资金是有的 但是呢 这种设计经济又比较即可 协费也发不掉 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大家有点担心 会不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陷阱 那第二呢 就是如果说流动性的持续宽松 所谓的放水 包括财政政策 那么它主要的 还是针对涉体经济 恐怕并不是说 希望把这些钱赶到股市里面 金融的这个防风险去杠杆 还是在持续的 那第三个 如果要看得远一点 就是中美贸易纠纷 现在还是持续在升级 那么未来可能 还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个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到底会怎么样 实际上也各有解读 那么包括从IFM 包括RMF 包括这个摩根斯丹利亚等等 包括国内的一些卖房机构 都在做一些分析 如果说中美贸易战 不能缓解的话 可能会对GDP的增速 尤其下半年 可能会影响0.6个百分点左右 那么这个增速 这是我们可能近年来也很少见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的GDP曾经回落到6.6% 再往下就没有去过 如果真的要到了6.0 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这家市场都心里没有 所以从放远一点来看 我们认为从下半年 应该就是一个低位震荡的行情 是大概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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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